就在今天早上台北市議會召開了相關的專案小組 未來要來調查柯市府時期 關於北市柯以及金華神等等有疑似弊案的狀況 要來進行調查要把它查個水落石出 不過對此今天台北市的大家長蔣文安他是怎麼說呢 我們來聽一下剛剛蔣市長的最新說法 我再次強調我想現在議會都已經成立了調查小組 我們市府也都已經要求正風启動調查 那相關案件檢調也都已經介入 所以我們就完全尊重正風檢調的調查 也絕對尊重議會調查的職權 所以我們應該要留給所有辦案人員 一個充分的空間好好調查 那盡快的釐清真相 那確實發生不法依法追究 如果沒有問題也還公司很清白 市長 現在市場的議員都是公議 說要被柯文檢查的訴求被決 那就連民眾黨的節目吳靖也說 市長如果你要寫決這個金華城案的話 唯一的金要就是黑文責備情緒 那市長怎麼回答 所以金華城的案子檢調也都已經介入調查 我想檢調一定會調查清楚 理性真相 誤往誤縱 我們的態度也非常堅定而且一致 即刻的要求正風進行調查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非常一致 所以議會要成立調查的小組 我們也都完全尊重所有可以提供的相關文件 我們依法 依程序也都會全面的配合 另外呢 就在今天呢 前科事府的官員今天也跳出來表示呢 在與新光公司談簽約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留下文書記錄 以及一系列相關的簡報的 而對此今天講完安安也做出了回應 他既淡淡地表示呢 未來一切將由正風處處理 而現在的相關的案件也進行到了檢調 偵查的過程中 一切將會尊重檢調